刘亦产在家吗 哎 亦产 这么勤快呀 你要喊亲爱的芭蕉 快点 喊亲爱的芭蕉快点 亲爱的芭蕉 你怎么没跟我说的意思你就过来了 我这偷窥你啊 看你每天都在家干些什么事情 其实也没干啥 我帮忙吧 等一下 我帮忙吧 不是你没做过 这拿来干嘛的 拿喂猪啊 就喂猪吗猪吃这个吗 是草啊 是草就剁两下放放这个锅里面煮的就可以了吗 他就吃了这么简单 哦 哎烦死了 我刚来的路上啊我手机掉了怎么办嘛 我房 我房过去找了又没找到 你给他打电话吗 对了 对了把弟弟手机给我打电话我都忘记了 那你赶紧拿我手机打电话吧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你先问一下吧 密码 赶紧的密码快点 可以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 自己看 什么嘛 美女 美女 这美女怎么来的嘛 这不就是一个铜片吗 这不就是一个铜片吗 这是谁 就是一个铜片 你上次我 上次我看的手机是没有 为什么今天 我信我手机掉了 咱俩手机打电话 又出来一个美女 这个铜片就是 我上次我手机不是坏了吗 然后哪里修一家里面是 修的一个老板不小心换的 那你为什么不换过来呢 哎呀我就觉得挺好 挺好看的 然后我都没换 对挺好看的 没换你都有这个心 挺好看的 我不美吗 这就是 你很美 这就是一个照片嘛 这不是一个照不照片的问题 我手机都丢了 我这次我招就死了 你给我搞个美女出来 我心情就更加不好 那要不然我现在换过来吧 这不是换不换的问题 这是谁嘛 我不知道是谁 不可能 你还说她挺美的 那你肯定知道她是谁 那钉子捣吧 看着嘛 我不知道 你快点快点赶紧开手打我手机 照片没有事啊 我看着这个我真的气人走不走不走 哎呀你别生气了 能够生气吗 你你之前也不换我的 你之前不是换了换了我的我的照片的吗 按理来说你 你可以换过来呀 哎呀我就没换没没想到这里来了 没想到这里都这么久了 我记得我送到哪里手机还是 两三个星期之前 我找我手机去了走不给我 我真不给你吵了 真的是烦死了 我看着我 我看着你 用我的照片 我看着我